Hello,大家好,我是Lily 现在我在云南大理 今天的目的地是飞山古城 现在是早上的6点50分 只看得到月亮 以及月亮下面的那颗星星 那颗星星bling bling的 一直在闪 好大一点 Wow 今天是11月9号星期四 如大家所见 天还没有亮 我们就收拾好东西 准备出发了 今天的目的地是飞山古城 从大理出发到飞山县 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 本来以为我们出发这么早 路上的车子应该不多才是 结果车子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一些 不管什么时候 总有一些人在披星待月 附中前行 上午8点10分左右 我们来到了飞山县 此时的太阳开始露头了 阳光四射 天气晴朗的不像话 8点30分左右 我们来到了飞山古城 第一件事就是解决今天的早餐 飞山县的美食有不少 其中最出名的必定是帕尤尔斯 据说这里的每一家小店 做的帕尤尔斯都很有水平哦 这就是我们到飞山古城的第一顿早餐 飞山的帕尤尔斯 朋友们 如果你们来云南大里一定要尝一下这边的特色 像这个帕尤尔尔斯 还有一点点这个辣子 味道应该不错 今天天气真好呀 朋友们 吃完帕尤尔斯 现在我正在晒它一样 看我这两米大长腿 它确实是两米大长腿 有没有 是的吧 嘿 吃完帕尤尔斯之后休息了大概半个小时 我现在准备要逛古城啦 朋友们 每到一个古城古镇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第一次去闲逛 在不做任何攻略的基础上 我不是特别喜欢去查阅各种各样的资料 所以刚开始的第一遍 逛古城是闲逛 就是凭感觉 随便逛 那种感觉比较新鲜 比较新奇 心情不一样 然后之后回去了之后 再去查阅这个古城古镇的相关资料 然后再逛第二次 第二次呢 就是在对这个古城古镇有所了解的基础上 去感受这个历史韵味 还有它的建筑艺术啊等等东西 哇 那个时候第二遍的感觉又不一样 所以呢 一般像古城古镇一般的我都会去逛到两到三遍 就是这样子 现在我就在沿着一条街道 一直往古城里面去走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周围的一些房子 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了 很有历史韵味了 说的历史韵味就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老了 这个房子 这就可以看到 当然有一些房子它可能拆了 它只要重建一下 也是房古的建筑 也是偏古代风格 像这个威山古城 很多人都说威山古城是算是商业化没那么严重的古城了 所以呢 在它没有那么商业化之前 大家可以过来这边去感受一下古城的魅力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哦 走着走着 就貌似就走到了 这个古城当中最主要的街道了 大家看 啊 这不就是之前刷视频 或者电视上看到的那一座城楼吗 那座城楼比较有名啊 飞行拍啊 还是拍照啊 都特别漂亮 等一下从这边一直走过去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旁边有什么吧 像这边好像有一个米线店啊 哎 哎 哎 阿姨这个都是米线吗 还是耳丝啊 面条 面条 哦 手工面条 手工面条 哇 看起来很棒啊 朋友们 看起来很棒啊 朋友们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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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早上的9点半左右 可能因为时间太早了 很多店铺都没有开门 我估计大概应该是11点左右 以及之后呢 大部分的店铺就开始慢慢营业了 像现在 很多店铺全都是大门紧闭的状态 不过这个时候去逛古城 这里是不怕的 看这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店呢 像这个石头 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土林呢 这啥东西 卖茶的 然后像这旁边 也是茶楼 我估计这边有不少的茶馆 卖茶叶的地方 像这边 这边的房子很不错呢 看这边也是 这是个厨房 阿曼达的厨房 还有情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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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